主料,8寸戚风蛋糕一个,辅料,蛋暖油300克,黄桃罐头一瓶,奥利奥饼干,可可粉,香芋味巧克力蟹,蓝莓味巧克力蟹,柠檬味巧克力蟹,香芋果味粉,蓝莓果味粉,装饰小彩珠,装饰小银珠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1到2小时,8寸戚风如图切开,倒发淡奶油, 奥利奥饼干放平,拿个裱花袋装入打发的淡奶油挤车轮性后,把裱花袋剩余的奶油挤干净,裱花袋不要扔掉,等会可以用来装加了可可粉的奶油,车身分成两片,拿一片车身蛋糕滴抹奶油放些好的黄桃土奶油,再盖上两外一片蛋糕片,侧边两片放在车身中间片厚的地方,一片叠一片,超过车身部分切掉留着放两片, 车顶的夹层放水果不大合适,可以抹奶油再加果酱,这是汽车摆放好的初步涂,接出来的蛋糕碎放在两头形成斜面,方便涂奶油,这是涂好奶油的样子,有点不堪入目,忽略吧,彻底忽略吧,可可粉倒入小碗,加入淡奶油搅拌均匀,装入不送二用过的裱花袋, 开始挤出车的轮廓,车前窗被握垮了笑脸,接着车灯,还有车牌,来个520吧,车顶窗是个爱心,接着挤出侧窗和车后窗,装上车轮,担心沾不稳,可以在奥利奥饼干上涂点奶油,顶部车窗撒香芋味巧克力些,车灯放两块切小块的柠檬味巧克力, 一部分奶油加香芋果味粉装表花袋,用小号圆随,在车前窗和车后窗挤小圆点,侧窗挤横桥,车顶散蓝莓为巧克力些,香芋奶油在车前挤一圈轮廓,剩余奶油加蓝莓果味粉半均匀,装入表花袋用小号去骑嘴在车身挤花,车头撒些装饰小彩珠,车排520下面,放一排装饰小银珠,烹饪技巧, 如果用巧克力些装饰的话,最好用在平面部分,这样比较好撒巧克力些,侧面比较麻烦,可以把整部车先装饰好,巧克力,现在用奶油表花,这样可以遮盖被掉下来的巧克力些,弄到的白色奶油部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